最早它其实是一个 我跟大哥聊过的 比较传统类型的 动作喜剧的一个题材 完成的剧本 自己就不是很满意 所以后来我跟大哥说 我要把原来那个废聊 后来他跟我想这个集体试点 他有一个新的构思 到开拍的时候 然后就用了三年的时间 开始 这个故事快了十几年 各种风格的东西都有 导演的想法就是 样样都要有 有追车 开枪 有船脚 我们请来了罗里贤导演 所有的东西都不能全在 他们在这个电影行 都能够一起吃门 赵 哇 我掉你了 二十几天的枪战 建了一个半山的军 重型武器可能用了三十多钟 重型武器可能用了三十多钟 炸了一个加油站和几阵小楼 最近的时候 敌人的距离只有一米 这次只要炸飞的最高的点 西鱼球 对那个报告的要求的准确度很高 西尼哥剧院对澳洲人民来讲 那就是他们的长城 我说我要做 要做一些没有人去做过的 要顶楼打 只要给我这么大空间 我都可以有动作可以打 我一上去看 真的就有这么大的空间 太复杂了 风又大 上去又困难 因为小天公里 不能这么只能有四个人上去 全世界各地的明星来这拍戏 都想上去 都没让上 结果就把这几乎给了 中国大人 我觉得也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我们一定会把他们拍出一个 很精彩的动作场面 不能说让人家中生难忘嘛 平板人家也知道 哥居然得比 陈军陈隆在这边打过 打着陈隆标签的一部 对 基本上从头打到尾 但是呢 这种从头打到尾 你又不能太突破 他是在动作中 给大家带来一些 稍微的生活化的东西 这个大哥是用一个普通人的视角 他可能这些在传统的打斗当中 有他自己的风格 就是因为继续知识里面有一些不样的问题 我才去尝试一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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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